新冠肺炎在全球各国急速恶化 昨天韩国又新增586宗确诊病例 和中国昨天的206宗新增病例比起来 韩国的疫情严峻多了 那目前累计病例已经突破了4000大关 达到了4212宗 而疫情重灾区大秋市 昨天一个晚上就出现了6个死亡病例 导致死亡人数攀升至22人 为此韩国政府将危机警报上调至最高的严重级别 那为了控制疫情蔓延的速度呢 韩国多个城市都纷纷加入了消毒行列 为每一辆车里的市民登记资料 再用棉花棒从低控力采集标本 这里是韩国大秋市地方政府 为当地的市民所进行的免下车筛查诊所 除了方便市民检测 也提高医护人员设计样本的效率 为了控制疫情 当地政府除了派出军车在马路上消毒 那大批的兵士也全副武装 为街道进行全面消毒 镜头转向首都首尔 在商场内可以看到工作人员 正在努力地为商场的各个角落进行消毒 而商场外则是排起长长的人龙 等待购买口罩 正寸游泽国有点害怕 新优酷儿园在新江樓下车上 新郎上网人痕疯会 新郎一生患病 今天怎么能返 targeted 尽量都是老暴随徽本的 新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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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郎